我叫周红鹅 是个巴黎后 职业是一名收秀绣娘 我做刺绣已经十多年了 绣娘是一个需要耐得住寂寞的职业 和针线对话在绣工上创造惊喜 也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职业 很期待我的下一个十年 我是在06年的时候就开始做刺绣的 在14年有了自己的工作室 其实一开始我家里人也是很反对 我拿刺绣当职业的 认为做绣娘们又辛苦又累 收入也低 觉得我可能绣一阵子就做不下去了 没想到我这一做就做了十几年 现在家里人看到我做的越来越有样子 也很支持我 也会有很多朋友说 羡慕我做刺绣 清清自在 我们书中刺绣有2000多年的历史 在三国时期就有刺绣的记载 从古时候的女工到绣制文人字画 成为高雅艺术品 人像绣的首位大师名叫沈绣 被称为苏绣皇后 慈禧太后也称赞她的绣品为绝世神品 并且给她赐了名 当时清朝宫廷女子绣功科 聘请她作为总教席 沈绣绣的意大利皇后像 赠送给皇室 轰动的意大利 这也是苏绣第一次作为国里送出去 清末时期 西洋油画传入中国 受油画的几何透视和注重光影明安影响 就有了现在的立体山水风景和写实的轮像绣 我现在绣的这幅太极鱼 虚实针绣鱼尾 丝线细的地方我用脊毛来绣 绣出来的尾巴薄透灵动 才有水墨的飘逸感 从身体到鱼尾 印针一定要平顺 鱼才会活起来有动感 我平时其实大部分时间都在做瓷绣 有时候也会和小姐妹一起喝喝茶聊聊天 我们也会经常做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还因为可能是行业的关系 身边的朋友也是喜欢手工艺的多 他们都很有才艺 能写绘画的 我们经常会折腾一些新的玩法 比如用刺绣和画画结合的衣服呀 或者做一些其他的小的物件小玩意儿 也会跟朋友学些才艺呀 有时候也会去听戏 在一起就会特别好玩 有时候我也会练练字 操操字铁 在我们书绣中 经常会绣到一些书法作品 像很多画稿上的题词落款 起笔落笔 要是你自己不会写 那绣出来是两样的 我们不一定要自己写得很好 但一定要会看 作为一个绣 你要在书画方面的知识 也是要不断地去学习 才会对刺绣有帮助 我觉得如意文可以 我觉得还是文心 就只要做这个 那这个的话也不能体现 不能体现张冲和的 那个是很幸福的特色 我们如果是做一个材料包的话 它会有一个原 就是说我们的原素 去采取这件东西 也可以吧 然后这个我觉得如意头的可以 因为它这个如意头的 这个做法 我就看到它中间是做的 这种三片主页的 没有谁这样做 我的师傅是工学方老师 他教我是说 只要愿意学 我都会教给你 其实这些年 我也是同样对每一个 我教过的学生说 不需要什么学费 你愿意学我就用心教 以前人家说书之后 有绣娘八千 家家有绣娘 户户有绣包 但是现在我们三十岁 往后的绣娘 可能数都数不出一百个 一方面是现在的年轻人 真的耐不住心思去学 另一方面书绣 以及很多传统手工艺的前景 真的很不乐观 希望书绣的传承 不会到我们这一带就断掉 其实做刺绣对于我来说 不单单是一份工作 更是一种骄傲 也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关注书绣 关注传统手工艺 我也会把这份手艺传承下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